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23條立法,你明天就會刊憲,星期五,然後就火速上立法會,手讀二讀,很快就過了,大家不知道坐得穩沒有呢,有關這個知情不報,隱匿叛國罪,我都在這裏講過了,現在你會拉著些什麼人呢,包括是神父,牧師,社工,教師, 都會被這個隱匿叛國罪,會燒賭的,究竟詳情是怎樣呢,回來再說 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但是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介紹我用的NordVPN,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裏上網,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呢,全家大小可以6個設備一起使用的,用底下這個網子,關鍵詞是SAMNGX,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還有一個月免費,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給你推薦,挺好用的 所謂引力叛國,就是你知道有人叛國,你就知情不報,就是犯法 當然會說,外國也有這樣的法例 什麼叫知情不報呢? 資訊文件寫得很清楚,現在披露了一些細節 譬如說,你知道他過往有叛國,知道他現在正在做叛國 又或者知道,或者懷疑,或者預計,他將來會叛國 厲害,像水晶球一樣,如果不報的話,都是知情不報,都是引力叛國 非常之嚴重的罪行 在立法會就討論,說完之後就刊憲,具體條文還沒有,因為還沒有刊憲 那些議員就問幾件事,究竟,你知道的,香港有不同的專業架 譬如說,律師,律師有所謂法律特權的保障,法律專業保密權 那如果你跟一個被告人,請了你做律師,他講了某些事給你聽 那些事,做律師你判斷,他可能是叛國 有計劃叛國,這樣 那是否屬於專業保密範圍的呢? 受不受到保障的呢? 那麼,政府那個諮詢文件裏面就說了,立法會提交的諮詢結果裏面 政府就表明,如果有關犯罪的事宜是受到法律專業保密權保障的 律師就不披露有關的犯罪事宜的話,就不構成罪行 那麼,這個呢,就可能對於法律專業來說,是會好少少,不過不知道 這件事不構成罪行而已,第二件事都可能會告你的嘛 你記不記得,律師說他拿到某些支援疑犯的基金 那麼,又被人家投訴,那就要查啦 那麼,分分鐘可能就拉得啦 那麼,後來查完之後說沒事啦 那麼,現在他說呢,林定閣,就是律政司司長啦 那麼,就是說,引力叛國的範圍很清晰啦 有針對性啦,不是包括所有犯罪行為 要知識有人準備作出叛國的行為的 那麼,有些,就是立法會員就關注啦 他說,譬如,神父或者牧師,主要是神父啦 那麼,天主教是神父,有扮告解的嘛 OK? 告解呢,就將自己很耐心的東西 從來不會跟人說的,就透過神父 就跟天父說的嘛 對不對? 牧師就都會有的 也不是用告解的形式 大家如果知道天主教 譬如,我讀天主教學校大的 小學和中學都是 如果你扮告解的時候,就進去好像一個箱一樣 是吧? 那麼,就隔著一個,就是,就是,網的東西啦 那麼,那個神父就未必看到你的樣子 不過,如果是學校的學生 大家多數都知道誰打誰的 那麼,你跟神父說 有些很私隱的東西 那麼,神父呢,就有責任和你保密的 因為,只是,你透過神父跟上帝說,天父說的嘛 那麼,他也不會應該說出去啊,照計,對不對? 不私隱的東西 那麼,如果是,神父聽到這個辦告解的人 或者牧師聽到這個,就是跟他說他內心的世界的人 是有,所謂的叛國的罪行的話 這樣,如果他又不同,這個國安處說 說,喂,我有一個人,是我的信徒來的 他準備叛國,這樣 會不會構成犯罪呢? 那麼,林定閣就說,誒,這個範圍很清晰啊,是的 他說,如果有人告解,明天準備找軍隊 推翻香港特區,或者打國家啊,這樣 那麼,不好意思啦 這個,就不可以有例外 一樣是,如果你不報的話呢 都是引力叛國啦 那麼,但是呢,法律呢,就有專業保護權的 因為足及的法律諮詢,基本人權 那麼,但是,宗教呢,或者社工呢 其他的人士呢,就很難做到例外了 他說,半國是一個嚴肅的事情 如果,國家安危危在單直 大家要作出平衡了,理行效忠的義務 我不知道,什麼情況下才會有 國家的安危,去到危在單直的那個地步 如果你很極端,就說,有個人跟神父說 就說,我明天就要找軍隊 要推翻這個特區政府的啦 那麼,好像人家說的,這些很少有的 但是,你作為一個神父 作為一個牧師 作為一個社工,譬如是輔導 什麼,你聽到什麼 你怎樣判斷那些是不是叛國呢 即是,我舉不少例子 我以前也有說過 不單只是神父、牧師、社工 會聽到一些年輕人的一些 一些心聲的,我告訴大家 老師都是一樣 是不是 醫護人員都是一樣 一樣都會聽到的 那麼,現在在 立法會上面也有提啦 也有問啦 教師、輔導人員、神職人員 需要進行輔導工作的 感到輔導個案、言論 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 是不是需要舉報 林寧哥的回應就是 舉報責任限於知識有人 準備作叛國行為 判國有清晰定義 例如準備對國家發動戰爭 又說要指做好國安的工作 法律的前提就是 專業守則要配合 國安的工作 要互相配合 當然是說 他們的專業守則 要配合你啦 難道你配合他嗎 在所謂黑暴時期 大家記得嗎 有些醫護人員 有一個被人斷手斷腳的 打到七彩的年輕人 進來醫院求診 或者警察抓了他去求診 那些醫護人員呢 那些醫護人員呢 就幫這個年輕人 在做治療 包紮之類的時候呢 那些警務人員呢 就站在旁邊 寸步不離 當然啦 怕他走返嘛 那當那個醫護人員就說 阿Sir你可不可以走出去 你妨礙我做事 那些警察就很生氣 你為什麼要我走出去 我看著他 阿Sir你妨礙我做事 麻煩你走出去 那他不肯走 於是大家有些衝突 發起火啦 那個醫生就說 你走出去 我們的專業治療 是不需要被外人看著的 OK 那於是 那些警察就說 這些是黃衣啊 黑衣啊 黑護啊 是吧 對這個警察好沒有禮貌啊 不歡迎我們在這裡 但是他們不明白 因為他們還沒做過醫生啊 他們沒有這個醫生訓練 很多都是偽進畢業的 即是不會說得罪 即使是大學畢業做督察 那又如何呢 他不是醫生來的嘛 好了 他不知道呢 不只是律師和病人有這個守則 醫護人員呢 都和那個病人呢 有一個保密的守則 他是發誓的 發誓的 發誓的 做醫生的之前 要發誓就是呢 要保守 他的病人 為了他病人的福祉 最好的東西去服務 要保護那個病人的私隱 那病人和他講些什麼 是不可以和第三者透露的 可能 譬如說 那醫生一定會問一個問題 你怎麼弄傷的 OK 那警察在旁邊 你說那個 年輕人都敢不敢說 只要他打我 一進去就打我 當然不敢說 是不是 你在旁邊聽著嘛 你聽完之後 和你包完之後 打到你 拉回警署 打得更厲害了 可能會 是吧 所以那個警察就在旁邊聽著 看著這個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 有沒有爆料出來 OK 那醫護人就很生氣 他爆什麼 你這關你什麼事 我和他包責 麻煩你出去 好了 如果這個小孩 或者這個被打的年輕人 說更多的事情 OK 會不會有 構成犯罪的行為 信任這個醫生講話 構成犯罪的行為 那麼那個醫護人員 有沒有這個責任 去舉報這個小孩 小孩 小妹 OK 同樣道理 老師呢 老師 以前 現在沒有了這支歌制牆 是吧 傳道 授業 解劃 傳道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教他很多道理 做人的道理 是怎樣 為人處事 應該怎麼做 怎麼做一個正直的人 怎麼不會說謊 怎麼有公義的感覺 是吧 授業 教他一些 即是 即是 將來去做事 技術的東西 然後解惑就是 他對這個世界 他對自己成長 對很多人有很多 疑問 很多疑惑 你解給他聽 用你的人生經驗 解給他聽 是吧 學生信任你 你才會問你 那如果學生 告訴你 他很困擾 因為呢 有些什麼事情發生了 這樣 對這個社會很不滿 啊 講一些很多晦氣的說話 咦 那你是不是準備 有些叛國的行為 啊 會不會啊 那麼 那個老蕭 是不是應該舉報學生 是 現在都說了的 啦 建而積保嘛 是鼓勵老師 舉報學生的 是會的 喂 我很記得 國旗國歌法 啊 啊 你唱 專門唱得不好 都是鼓勵 那個老師就 喂 報警啦 你看看學生這樣 這麼便宜 對待國旗國 是鼓勵的 引力叛國就是這樣 如果你知情不報 你就犯法 啊 你說是在叛國的問題上 啊 叛國的問題很正好 要發動戰爭 推翻 推翻 怎樣為之發動戰爭 推翻國家呢 手無寸鐵 什麼都沒有 他跟你說慎 對這個政權對什麼不滿的時候 那算不算 你不報 就引力叛國 社工 是嗎 做輔導 社工講公義 啊 現在沒有支歌仔唱啦 有人叫我 就講一下 社工那些 擦鞋 擦政府鞋 愛國的活動 就會加分 有多些的資助 讓我有機會 講一下 我對這個問題 當然有興趣啦 講公義的嘛 社工訓練的時候 是嗎 社工與社工之間 大家都知道 在這個2019年的時候 參與很多的了 那層社會運動 抓了很多 是嗎 無罪又再告啦 又再上訴啦 不讓他走啦 社工都要聽輔導 又是那個年輕人跟他說 或者很多勞鬆 需要報呢 如果我用林定的說法 這些沒得例外 現在除了法律之外 其他 沒有得例外 那如果是沒有例外的話呢 那結論是什麼呢 結論是很簡單的 他不會跟你講真話 是不會接受 神父不會 就是不會聽到一些 內心的 辦告解 一些想法 沒有啊 不會有這些 內心的說話跟你講 牧師也不會 社工也不會 社工也不會 教師也不會 醫生也不會 護士也不會 護士也不會 不講的了 大家幫我治好我便走 OK 你問我怎麼弄傷 我再摸傷自己 那就是這個世界 宇宙大法 什麼建議職報啊 四萬幾個 就是電話 四十幾萬個 不是四萬幾個 四十幾萬個電話 熱線 那你想想 就是 你 沖緊梁大聲的唱 這個榮光 都可能分分鐘出事 都可能會 一樣會報 那就變了什麼呢 變了 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一定是很疏離的 親戚朋友 就是 兄弟姊妹 子女 父母 全部都可能 落入這個 建議職報 引力叛國的 這個 這個 這個範圍裡面 大家就互相 無不信任 我想現在已經是 現在不用等二十三條過了 現在已經是 你想想朋友之間 有沒有見到面 講任何 不要講政治 政治 你可以很廣泛 什麼都可以 你說 我講民生的問題 大家發露騷 陳茂波 搞錯啊 明年又借千幾億 好像胡蘇貞說 你不想你這一代 也要想我們下一代 肯定有他來填 夠不敢講這些 你不知道 什麼情況下 有事 什麼情況下 說什麼有事 說什麼沒有事 就是這樣 神父 牧師 教師 社工 醫生 總之 你和要接觸人的行業 那些profession 都是高危的 做什麼 算了 我教完書 就拍拖 有酒 不要說那麼多 不要跟學生交心 這個職業 純粹一樣 找人工 找人工 就拜拜 神父都一樣 你不要跟我說這些 不要跟我說 你不要跟我說 你不要跟我說這些 你說自己 其他 那些 有沒有看鹹書 看那些 說的那些 其他那些 不要說 行不行 可能就是這樣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會變成一個什麼的情況呢 大家都可能心中有數 令人慨嘆的地方 就說 香港已經不是我認識的香港 其實在說什麼 不是說 這層樓拆了 那層樓起了 不是說 某些店舖沒有了 這些時勢也不停會發生 不停會變 最大的關鍵是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因為 宇宙大法 因為23條 而變得 互相提防 互相懷疑 是吧 不會有真心話說 很多人告訴我 為什麼 晚上那裡吃肆 水淨鵝飛 沒有人去吃飯 不是因為 經濟不好 固然是一個因素 找得閃少 財富後應 這些因素 明顯回家吃 當然是這個疫症 有些人說是疫症 沒有了萬事之後 的後遺症 現在有萬事 為什麼不去呢 其實很重點就是 你不可以坐在餐廳那裡 OK 在好熟的朋友也好 你不可以口末橫飛地去講政治 像什麼呢 像文國時又寫 莫談國事 你莫談國事那四個字 是印在爐裡 你打個衣服看看 在裡面 莫談國事 哎呀 不說了 都是 莫談國事的年代 早已經來臨了 大家可能不覺得不覺得 OK 這一節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Patreon 和深圳有發的頻道 除了留言之外 就按讚 分享 看廣告 訂閱 按鈴鐺 有新片上來告訴大家 各位五毛 你繼續留言 我沒有壞 我覺得都挺好笑 不過我真的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胡想在那裡吵架 很熱鬧 那場子熱鬧也好 不過很可惜 就是比較污染 那是真的 我不看的 我看到頭兩個字 就覺得這些垃圾 真的很垃圾 如果我說 雙方都垃圾 水平真是很低 這個是我說的 無論是藍的黃的 在我牆上叫什麼 我也不知道做什麼 隨便吧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OK 聊到這裡 繼續支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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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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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